大陸事实上受到美国的这个武器 方面的这种限制出口 不是现在开始 那么这个国际间有个瓦森纳协定 其实老早就对有关 可以一座武器 这个武器用的这些科技 老早就开始限制 那其实限制对美国 对中国大陆这种科技限制 对大陆来讲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 只是拜登政府 现在这些作为 它把它范围跟扩大 你比如说人脸辨识的话 你要把它解释成 有这种你一座军事用途吗 事实上人脸辨识的话 各国对人类的这个社会的这种 这种犯罪的增防 还有甚至你这种通关的便利 那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大陆北京的大兴机场的话 它那个整个的效率提升 因为它很多都改成人脸辨识 你看美国为什么今天 他很多地方 所谓他的基础设施落后 所以我那天讲到 他们现在要翻新JF reiteration 那要不要跟北京的大兴机场比一下 那差远了 问题就是说 他只是把它外面玻璃换一下 然后几个吊灯换一下 这是拉皮 对这跟实际的它的科技 效率进步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硬是要指路为码说 这种科技也是跟军事有关的 还要扯到新疆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荒谬 不过这也显示 美国现在国内 已经有点 美国政府是潜力俱穷 另外我觉得美国现在 也把跟中国大陆的竞争 把它越来越聚焦于 军事科技的竞争 所以有一点就是说 有一点这个 有一点这个卑躬蛇影 这种看到什么影子就开枪 所以它把它这种 所谓的可以明军两用的 这种科技的解释权 把它放得越来越大 所以打到什么 过去不应该被打到 它都找一个很荒谬的理由 也要把它打下去 那这个就显示 就是说中国大陆 目前在军事科技上 事实上还有其他很多高科技上 快速进步 其实美国现在是非常非常的 怎么讲呢 非常非常的担心 因为你知道这个霸权靠的是什么 两样一个是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晶圆 另外靠着什么高科技 现在将来的打仗就拼什么 拼着高科技 你当时美国打伊拉克的 第一次打伊拉克的时候 伊拉克的陆军是全世界前几名的 可是美国完全有高科技 伊拉克连还手的玉力都没有 那所以未来的战争基本上靠什么 靠高科技 靠什么 你现在人脸辨识 说实话 现在有一些所谓的风群的这种 无人机 那它攻击的时候呢 就是靠人脸辨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斩首行动 这个斩首行动 这个风群无人机 在攻击的时候 它就靠人脸辨识 就知道要打谁 那这些科技 其实谁在掌握 美国是最先进的 美国用这种武器 已经在用了好多次了 所以它现在很怕 中国大陆的科技 这个不是超过它 可是整个一个 一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军工产业 不是今天被美国 做科技限制 技术转移的限制 已经限制了70年了 那有把中国大陆的军工科技 缩现在1950年代的 那个标准吗 没有 那是阻碍不了的 而且现在来讲 你要看一个国家 它整个科技水平 有没有提示 你要看它在这个 研究发展上的投资 有多少 今天华为拿到这么多5G的 这些专利 靠着什么 大量的研发投资 所以谁有大量的研发投资 谁重视研发投资 谁就可以掌握最好的科技 你美国自己已经发现 它的问题在研发不足了 这经费投资不足 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 短期内可能好像造成中国大陆一些公司的技术取得会不足 反而会加足怎么样 中国大陆的这个高科技产业 快速跟美国企业之间延续切断 断奶以后 照样继续着掌 所以我认为这个 这种科技 这种贸易的 这种科技的这种限制 我觉得美国不见得打得赢 现在大陆官方说 要慎用整形的演员 然后整形的演员之外 还有这个大陆的 这个官方也特别说 要坚持坚决抵制天下片酬 还有坚决抵制过度娱乐化 娘炮文化 这个丹美之风 谨慎配用整形演员 写在这边 结果呢 有BBC的报导还说 什么陆寒TFBOYS都成了标靶 可是事实上呢 中国的监管风暴 医疗美容业据说被指为下一个目标了 可是为什么会去特别是盯上 这个所谓的这个整形呢 当然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呢 他有讲这个得意双心 这四个字 强调这个文艺工作者 要有所谓的道德修养等等 可是呢 会要去慎用整形演员的话 其实我不晓得要请教一下介大使 因为第一个反应是说 是不是因为整形过头 可能会造成辨识上的困难 那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 有讲到人脸辨识 其实那是大陆现在非常厉害的一个科技 不知道有没有关联 我想这个基本上 最近大陆在开这个文艺工作者大会嘛 习近平啊他们也都去做了讲话 我想这个对于整个大陆就是 其实也不是文艺的问题 是影视文化的问题 那我想大陆大概政府也受到了很多 一些群众的一些反应啦 因为它是有一些走偏的地方 所以 所以习近平他会提出来这个得意双心 然后呢 我看了一些报导 他强调这个 这个文艺还是要跟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要反应人民群众 而不是说搞一些 搞一些太怪力乱神的 甚至太这些怎么讲呢 有一点点在道德边缘风俗的 因为中国大陆跟美国这些国家还是不一样 美国你看他可以容忍 吸毒的在街上可以打这些打针啊 然后这些美国有一些城市的边缘角落 事实上就等于已经山不管地带了 就是已经根本政府就放弃了 然后呢 美国自暴自弃的人 反正那个社会上 就是说这一些等于说是被整个社会给遗弃 他自己也跟自暴自弃的人 多到全世界难以想象 你走到美国的大城市 那些阴暗角落 有些人生活的跟鬼魅一样 那这种情况下美国可以容忍 美国最后就说没办法 我就来开个战 大家用一点干净针头来打针 这跟中国大陆的这个 这个哲学政府 还有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是不能不相容的 中国一定会强制戒毒了 对 那中国大陆对于贩毒也是给予重刑啊 对不对 那对于这些 他不是用美国这种方式 所以是完全不同的哲学 那对于文艺 对于影视 中国大陆是有道德的要求 整个有一个政府一个道德要求 所以现在看起来 什么粮炮啊 这一些中国大陆 以中国大陆这个官方的道德标准 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那不会让他这样继续往那个方向去走 那其实这种做法 其实跟欧洲国家很多国家蛮像的 对他尤其在公共的这种领域 他你在比较阴暗处可以 可是在公共领域你主要的这些主流的文艺 或者说是说你这些新闻的来讲的话 那都有很强的自律的 只有美国还有英国的小报文化 是世界的偏锋 所以大陆我觉得这是一个 在一个怎么样 乱象之后的一个政府出面来整理 那这个整形的事情 我倒觉得这个是很难制止的 你如果去过汉城的所谓的江南区 你就看了满街的人 都是头肿的跟猪头一样大 然后脸上都包着纱布 那边的人有讲东南亚语言的 各国语言的 有讲中文的 有讲日文的 有讲韩文的 它是个全世界的整形中心 韩国带动了全世界整形的风俗 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说 这是一个风气 那爱美的人可能会去 那跟这些是不是人脸辨事 我想应该还是 没有什么直接关联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 加入订阅充速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 达成百万目标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共创2021的奇迹 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 永远 蛋糙